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今年是马中建交50周年 那马中双方呢 在今年都有很多的双边活动啊 我国首相安华在昨天晚上抵达中国上海 展开了为期四天的访华之旅 那这也是安华他在任内第三度访华 安华他是应中国总理李强的邀请 以主兵国的身份出席在上海举办的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那在看目仪式上呢 安华他也被安排在中国总理李强之后 作为第一位贵宾发表主题演讲 显示中方对马来西亚的高度重视 是的 首相安华在演说中呼吁国际社会 以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为目标 建设一个共享未来的共同体 各国可以互相分享经验专业知识与技术 这也是马来西亚加入金砖集团的原因之一 安华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该以自由贸易作为借口 去欺凌弱小的国家 甚至贩卖制造冲突的武器 同时他也称赞中国领导层 愿意摒弃那些居高临下不公平的贸易手法 安华说那马来西亚作为明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 将会放眼加强区域合作及包容性 他相信东盟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有绝对的潜力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 做出重大贡献 同时他也肯定了进博会的作用 认为他不仅为中国企业 也为世界各地的企业提供了平等的合作平台 让企业有机会展示实力 吸引进口或新投资 在致辞的尾声 安华还大秀中文 以前人摘述后人乘良这句中文谚语 表达了对全球共建未来的愿景 赢得满堂喝彩 他幽默地透露 为了说好这句话 他私底下可是练习了好多次 并用英文解释了谚语的含义 就是当有前人种树之后 后来的人才可以享受树荫的凉爽 所以当下的牺牲是决定 新时代的走向 并为后代子孙建构一个 包容繁荣可持续的未来 演说完毕之后 安华他也特别到马来西亚展馆 还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展馆 主持开幕仪式 为大马商家站台 而中国总理李强 他也和安华一同参观了 大马的特色展品 其中李强他还特别点名 我国的猫山王榴莲 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 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尝鲜过 那之后安华他跟李强 举行了双边会议 明天就会启程到北京 拜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说是形成满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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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